《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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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相依为你 这么久 这么多年 你真的敢死我 而我可以 他叫邓香美 是2003年沙士其中一个殉职的医护人员 中年只有36岁 当沙士杀到来 盡责的香美 如常回到观塘联合医院 做健康服务助理 有几个同事都会浪费 但他会一直在那里做 他甚至说当续药的人 他还要去 这么大人害怕 他都续医院去续药 戴着普通手术口罩 在12A病房照顾病人 谁知道遇上沙士隐形患者 香美也中了招 余人节入院 姐姐还要为他说笑 你说任何笑话 我不可以生气 但你不要找这些说笑 我说这些不励事 当时他说真的 他也有给电话 但咳得很辛苦 愿不给他 我说我应该有什么情况 可以见到你 他说见不到我 很多人关心我 叫我好好地 照顾两个小孩 好好地生活 过半月内 Bansing急转直下 姐姐再见到香美 已经是她离楼之祭 我们整个家人都送到最后一程 全部穿了一些防疫衣服 手已经肿了 我已经推开她的衣服 看着她的手脚 她的手脚里面 也有很多针孔 很多地方插针的地方 都已经肿了 其实很多人很喜欢白色的花 她的白盒她都喜欢 白玫瑰她都喜欢 想不到有十周年大重提的时间 就会真是她伤心 也想不到这个疫症 不断令人害怕 死了这么多人 妹妹写身救人 葬在殉职公务员墓地 浩园里面 旁边的是殉职女医生 鄭婉文 不可以说这么伟大 射身去为人 是不是真的射身 是你的工作 是你的责任 是要做的 说是这么说 但是十年来 姐姐依然挂念这个妹妹 这一刻 你们真的要离开 我很无可奈何 我很不想你离开 始终都要离开我们 很捨得 但也很无奈